第一把呢我们遇到的是这个带土 带土搭配这个猜猜人杖 以及这个猫猫的阵容 这个第一把的话其实有一点操作失误的 这里的话并没有空到 并没有空到这个带土 我实时直接想着了看对方的这个活主 这里的话导致这个带土直接释放了 我一直打了我名套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中国风之水这个强力之处 这里的话我们是并没有被恐惧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结界在 我们只要有结界的话是必定百分百不会被恐惧的 这里的话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这里一个被动暴击7000的伤害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这个雨膏主要是补熟出位的所有 大家可以看到是直接刷新的一回合 这里的话并没有选择秒点熬意 这里应急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水是直接混乱到了对方的这个带土身上 否则的话对方是可以直接翻盘的 带土是被动 被动是直接可以闪闪避两次伤害 这里最后我们只水堵累发伤害 什么能说到对面 这把呢依旧是带土 带土的话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不要下这个忍者 我们这套阵容的话也就是这个雨膏开局炸一下 把带土打入这个暴走状态 我们一度又直接控制就可以了 这个中国风之水的话 我认为非常适合忍战 因为我们这个中国风之水 大家都知道这个跟之水大边的肯定是有先攻的 我们这个之水的话是 在战斗开始时 直接降低2%的先攻 全场降低2% 也就是我们双方 双方都降低2% 我们可以带三个 三个中国风之水 也就是对方可以直接降低6%的这个先攻 大家可以知道 虚左之水 偶数可以和增加5%先攻 越先攻是多么恐惧 一架就可以增加好几千 这里的话 直接人战让对方三队直接降低6%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们也是直接降低6% 但是我们有这个触发剂 战术分析 每回合开始时可以提升3%的速度 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回合的话 是可以直接额外增加3%的速度 因为我们是三名忍者嘛 三个止水 我们额外增加3%的先攻 对方直接掉了6%的先攻 这里的话越的战力 越先攻的这个战力 可以越不少战力 大家可以都带一下 另外带三名这个 中国风之水的话 还有一个好事 也就是这个结界 这个结界的话 是可以免疫这个恐惧状态的 不会被施加恐惧状态 这个结界是阵营不会被施加恐惧状态 不是我们这个击方小队啊 代理就是我们这个结界 队友是可以共用的 我们比如说结界被顶了 结界到期限了两回合 可以直接选择我方自身 补一个结界 我们队友 三名队友都可以补一个 这样大家可以轮流来这个补结界 这个效果还非常好 其余我们这个队友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奥义 来锁对方关键忍者的这个奥义CD 我觉得这个忍者在忍战的作用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大家可以在有空拿来试一下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具体阵容 这把呢 对方是这个突破的 我们本次更新刚突破的 这个飘了五是白 搭配新生助歼 以及这个三代 三代风影 所以白是没有这个 领域不良状态的 我们直接控制就可以 高打出关联机 直接一发这个追打 对方有忍耐效果 我们打的并不算太痛 以及这个三代风影 可以给我们大范围的上控制状态 我们这个被控制之后 也是不好打 这里一发姐姐的被动 收到对方的火主 这里被动 被动一个毒炮 这也收到了对方的三代风影 这里又刷新了一下 我们这个 汇图诱的奥义板 会进去和止水 因为我们这个止水 是秒点奥义的 所以说 本回合释放奥义之后 下回合一就可以释放 我们这个秘诀 就是在结界内 呃 我们直接开局 呃 本回合释放奥义前 直接秒点奥义就可以 就可以释放 五千奥义的一个状态 在这个止水释放被动之前 点奥义就可以 这里话 对方带的是这个刀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不要把伤害灌满 留到第二回合 才收掉对方的忍者就可以 我们这个单体打斗的话 其实不太建议带这个止水 因为这个止水的话 主要是跟先攻挂钩的 我们团战的话 带三个止水 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肯定是比我们单止水要大 所以说 呃 单天PVP阵容的话 不太推荐带 经营场可以玩玩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们这个新增加了 这个 极度混乱的一个状态 大家都知道 这个极度混乱 还是非常强的 一个控制技能 这里一个毒炮了 直接灌死了对方的这个暴走带土 伤害分身高的 对对方直接撤了 呃 遇到暴走带土 我们这个阵容 追击也许跟对方暴走带土比较 我们这个伤害是足够 让对方带土进入这个暴走状态 也能对方的带土以及水主 吃下这个控制技能 即使对方用尽各种办法解控 呃 带土 暴走带土 非常恶心的一点也就是 呃 恐惧效果 而且是个群体恐惧 但是 我们有了这个结界之后 即使对方解控 解控恐惧 也是 失望最大 也是恐惧不到我们 这里有一个被动毒泡泡 7000多个伤害 非常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高一冷却是都刷新了的 40001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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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